近几年来的欧美市场自东南亚国家进口的纺织品服装呈现加速递增态势 而自中国进口量则出现罕见的小幅下滑 孟加拉 柬埔寨 印尼和越南等 中国国内工资涨幅已超过生产率增长 中国之一工人平均工资约1到2美元每小时 而且上场速度正在加快 而孟加拉国之一工人每日工资才1.5美元左右 大大低于中国 根据金融时报所做的全球市场调查 从今年初至今 美国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增长39% 孟加拉国成为对美服装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为了提升部分服装生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孟加拉中央银行将270家近况不佳的服装企业的贷款利率 从15%大幅下调到8% 有效地缓解了企业的成本压力 此外 孟加拉国央行行长还同意提高行业目前4亿美元的出口发展基金 以持续扩大该国纺织品服装在海外市场的份额 而在微观层面 产能转移也正在悄然发声 以房客为例 2011年秋冬 房客在孟加拉国工厂下单21万件衬衫 2012年初 公司在孟加拉生产的房客法兰容衬衫的订单量 已上升至10余万件 2012年初 公司在孟加拉生产的房客法兰容衬衫的订单量 已上升至10余万件